12月13号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有关进展情况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发布中方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声明 声明说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 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的基础上 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王寿文介绍中美双方还就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在几个方面达成共识 包括这个商业秘密的保护 包括与药品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商业期有效期的延长 这个有关地理标志 还有打击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一些盗版和假冒问题 另外呢对这个盗版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要予以打击 还有打击商标的恶意注册 另外上方呢也同意要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的执行和程序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 该协议实施后 中国将大幅度增加自美国农产品进口 这有利于填补国内农产品供求缺口 不会对国内农业产生冲击 比如说大豆 我们现在一年进口的大豆啊 在九千万吨左右啊 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要靠进口 那么今后这个从美国进口的扩大进口的一些农产品呢 还是我们当前稳定国内市场急需的产品啊 比如猪肉啊 还有秦肉啊 我们最近已经宣布呢 解除了对美国秦肉 殊华的禁令啊 毫无疑问呢 这些产品的进口啊 不会对我们的国内农业呢 产生冲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哲表示 中美贸易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 源于中美经济有很强互补兴 从两国超大规模经济和市场看 中美贸易还有很大潜力 从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 中国欢迎优质 有竞争力的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的市场空间在这里 只要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市销对路 能够满足中国老百姓的需求 扩大自美进口 也是我们乐意看到 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庞大 对自由价廉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加 中国欢迎各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平等竞争 扩大中美贸易合作 不会影响其他贸易伙伴的利益 会上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财政部副部长廖明 谈到了中方对协议的看法 他指出协议好不好 得由企业和市场说了算 协议好不好 这个得由企业说了算 得由市场说了算 这两天国内外的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 已经给出了清晰的回答 而且我认为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最灵敏的 比别的地方先走一步 那也只是第一步 所以我相信这种积极的正面的效果 还会逐步的在更多的经济领域 经贸领域 金融领域等等 这个不断的显现 这个正好符合我们签署这本协议的初衷 廖明表示 目前中美双方工作层正在就签署协议的时间 地点和形式进行协商 中方希望美方切实履行关于取消加征关税的承诺 中方也非常愿意听取美方的意见 关于第二阶段磋商核实开始 廖明说 这将取决于第一阶段协议落实情况 他表示 当务之急是把这份协议签下来 落实好 发挥好协议的作用